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台中市乌日区的六房妈相当灵验,今年台中市六房妈会在大年初一至初五首度举办过七星火、摸元宝等消灾、解饿、开运、阴春的一世。 位在乌日的台中市六房妈又称为生意妈,不但慈悲保佑民众的平安,更保佑中小企业生意顺利兴隆,因此香火一直很旺。 在六房妈的指示下,台中市六房妈会今年的春节,将首度为信徒民众举办消灾、解饿、开运、阴春的一世,将为民众进行消灾的过七星火、除煞的点七星剑、发大财的摸元宝、天福的钻叫小,要让信徒及民众都能够来复,平安健康。 台中市六房妈会理事长黄益春表示,过去台中市六房妈会都会举行这样的一世。 今年受六房妈的指示,要为民众及信徒免费举行消灾、解饿、开运、阴春的一世。 尤其是摸元宝的一世的元宝,就是放置在六房妈前的元宝。 黄益春指出,由于日前牙在元宝下的红包被偷,使得六房妈生气发炉三天。 很多信徒得知消息后都希望能摸一摸元宝。 在经过六房妈同意后,初一至初五元宝会放在庙前的神教前,让民众摸元宝赚大钱。